如果要做修改删除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在这个greview上面 打勾编辑跟删除 那它这样子就直接具备有这个 编辑跟修改的功能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我们这地方直接在login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按 删除 像这一笔删除 直接就可以删除掉 那会有问题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把它改这一态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说这种方式没有办法满足一般user 如果说它编辑 按编辑 当然它这地方是可以跳出来让我们直接改 可是这种方式你会发现呢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人性化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栏位太多的时候太宽了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也是做一个什么呢 这地方可以让它点了之后 可以再跳到那个detail page 一般的做法大部分都是这样 detail page那一页的话 再做编辑 然后再做确认的动作 那当然删除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的希望 可以让它做有一个detail page 连过去到detail page 做detail page那个地方 做那个什么做修改或删除的话 那其实同样的做法跟前面一样 就是说也是先做一个link 在那个default里面 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 也是让它可以去点某个主题 然后呢并且传送到下一页去 再去做那个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修改或删除的话 就跳到下一页 那除了跳到下一页 这个地方 跳到下一页的部分 我们上次做的这个地方 我想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就是说把它也改成像 可以修改 那也就是说在detail page底下 会多一个 这个地方会必须要做一个什么呢 可以让它可以做什么呢 编辑或者删除的这个功能出来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在资料来源的部分做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做打勾才可以 因为现在我在raw 所以没有办法做做这个动作 这个再看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就是说 怎么样再把编辑跟删除的功能把它加进来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